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斯 哈喽我们继续先往下一个狱主的关卡吧 这可不行 若是你们寻得却不还我 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他刚才瞄了一眼水井 莫非令牌就在这井中 你不说也不打紧 萌萌这么聪明 一定能猜出来你的令牌掉在哪里 对吧 虽然我觉得应该跟这井脱不了关系 不过 那我们来比谁先找到令牌 数的是小狗 哎 尹乐 等等啊 真是的 怎么这么麻烦 小怒 你是不是漫漫不乐呀 哈 你是小怒 当然不会乐啦 要你多管闲事 闭嘴 小怒是不是在担心大哥哥不喜欢你 放心啦 大哥哥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讨厌你的 我才不管那臭小子怎么想 呵呵呵呵 要真不在意 怎么会如此沉默呀 这可不像你哦 这就是所谓的心直口快吗 小乐 你是想说口是心非吧 要是能知道大哥哥的真正想法 就好了 哼 交给我 交给我 我有办法 你们就看着我颜乐 如何探出某某的想法 哈哈哈哈哈哈 颜乐 醒醒 啊 总算醒了嘛 你太冲动了 如果不是我在 你还会摔得更重 嗯 从周遭的布置看来 这里八成就是第四域的考验 方才那位前辈 似乎想利用大家贪图令牌的心态 诱人跳入这口井 若不想让人夺取令牌 才不会刻意提自己掉了令牌 我不信能到此的高手 会露出这种破绽 简直欲盖迷章 哈哈 我好生气呀 我快气死了 啊 竟然敢这样骗我 我扮得微妙微笑 萌萌定会把我当成小弄 到时候再问问他觉得小弄如何 周围这些 怕都是闯关失败的人吧 居然害死了这么多人 这令人生气呀 这里墙壁陡峭 也见不到井口了 看来无法硬闯 不过 这若真是第四域的考验 应该会有出去的方法 这里有很多机关吗 好像很好玩 不对 真是气死我啦 这言论有些异常 不知道在玩什么把戏 我该担心吗 不管了 先想想该怎么从这里出去要接 诶 图销一直不理哪 然后 四本书嘛 然后四本书 大家在春夏秋冬 放入同样春秋的代表 秋 上面写着秋嘛 那就放秋咯 秋是哪一个啊 这个嘛 天上鸟飞 绝万金南中面 春 夏 文 嗯 应该是吧 我们就放下咯 我们就放下咯 牛皮 摩擦墨条 我应该先放完吧 我应该先放完吧 然后这个是 春 下春 春秋放同一本 代表春秋 夏冬会相反 诶 那我放错了 下冬 哇 真的放错了 放错了 放错了 应该不会怎样吧 哈哈 冬的话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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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的话放冬 他就是放秋咯 然后 又下的木人 选择摩擦墨条 炎末通城 然後呢 極驗 極 疾 好好检查这里是否藏有宝物 敢困住我们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四主题是跟机关书 书方左侧可以打到机关书提示 然后 没了没东西了 还有 机关书 然后从书房左侧 得到机关书的提示 书房的左侧 什么东西啊 要先出去吗 似乎刚好可以放进一本书 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好生气啊 盈乐 你有看到一本 名称有宴的书吗 是楼下那本叫做福宴 然后清得很令人生气的书吗 八成就是它了 楼下石板的最后一句 清宴凑合 指的大概就是这特别清的福宴 是最后的开关 你刚说书在楼下 我们都已经上来了 该如何回去拿呢 那本清得很令人生气的福宴 我正待在身上哦 太好了 快给我 机会来了 要给你可以 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 令人生气的问题 这个我指的是谁呢 你连我是盐怒都不知道 是很讨厌我吗 我好生气啊 别闹了 我才没有在闹 我盐怒是真的很生气啊 别闹了 盐乐 自从摔下井后 你就开始模仿盐怒没错吧 这是为何 是 是为什么呢 大概因为很有趣吧 不如我猜猜看吧 盐乐要假扮成盐怒 是因为 想知道别人的看法 就是开始重视他人的表现 包括盐怒在内的你们 都渐渐变得会在乎 并理解他人的想法 也就是所谓的善良 善良的女孩 无论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 我都是不会讨厌的 假扮小弄计划 大成功 对了 你刚刚是说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已经忘了 女孩子真是难以捉摸 妈 这书给你 总算可以出去了 出去前再检查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好 然后直接使用机关书 OK 这个道具 这一关书 3 6 11 16 11 6 3 6 3 16 这一关书 有 不 什么东西 连得到鲜 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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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鲜丹 先穿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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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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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角令牌的人呢 看来他的确就是第四御主 前经易得知己难寻 出题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谜题无人能解 但当真无人能解时 却又忍不住寂寞 这机关多久没人通过了呢 我都已记不得了 我现在的心情既欣慰又不甘 欣慰的是能解此灭者终于出现 而不甘的是竟然又有人解开此灭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小怒都没你这么难懂 我是第四御主欧白相 阁下可是当今武力盟主 正是在下没错 真是英雄初少年啊 这半年纪竟有如此身份与才智 不过论武艺的话又当如何呢 何须多言 反正战胜御主是必经考验 前辈一事便知 好年轻人就是该有此等欺负 至今让我幸福的武者 唯有当今谷主一人 虽然我从未料到会不敌女流之辈 不过我不会再败给其他人了 出招吧 虽然他一进阵刚刚打对不对 我就不幸除了鼓主外 还有人武力 智谋都在我之上 你马上就会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 好痛喔 难怪要近身打他 好 我就我们快转一下 喔我快打贏他了 中了 哇靠超痛 5 8 大哥哥 这个拿去用 多谢 阿喜帮了大忙 5 8 哈哈哈哈 有点给我玩吧 那一样一样 哼 打扫子 会输给谷主以外的人 前辈 胜负已定 承让了 虽然心有不甘 但再不认输可就难看了 拿去吧 少侠 前辈不必多言 我知道谷主有下封口令 请少侠 请少侠救救谷主 什么意思 我跟谷主也算旧事了 他 不该多言的 告辞 这救谷主是什么意思 莫非 莫非谷主不是幕后黑手 亦或是另有隐情 不过从刚才言谈间 得到了另一个信息 谷主是一位女性 综合前面的信息 我认识的人 女性 武功高强 武功方面虽不是我熟悉的双刀 但若平常隐藏实力 刻意用腿弓掌弓对地 甚至是 只用单刀 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是武功高强版的你姐姐 总之 前面就是谷底了 到了那儿 谷底就会揭晓了 尽力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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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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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了一大堆話 然後就沒錄到 嗆到 好 所以解決了齁 OK 魚網 使用後會跟 做網子 調查石碑或出現萬惡的機關鎖 設計師域其實還沒有結束喔 好 我們先回那個 做那個香碗 好 我們可以做那個 雲夢果跟那個 豆漿 雲夢果 藍色香碗 定 直接恢復生命 的內力 好 我們再快轉回去吧 然後這邊的話 調查石碑什麼的 吸星漂窗 不是有一個木頭人的支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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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算了 我們先去調查石碑吧 好吧 算了 我們先去調查石碑吧 又是密碼鎖 然後快就10秒 怎麼用啊 火力勒 欸 不會吧 又是機關鎖 火力勒 吊茶牆壁文字 你能讀到此處令我敬佩 我一分的強大 也不必如此大會作章 悲歡有度 劇善有事 雖然時光不會任何人停留 但卻能以筆墨撰刻 兩個人死了 週圓年四月 土珊梅月競爭 搶星啟發若雁谷股主 龐厄 哦...原來是這樣來的 肖象巷被龐厄所擄 死的凄慘 沛騰步 導致失聰帝二人恩團義絕 所以揚人話來說 我以前有去過若雁谷 男兆俠差也沒有復過大小姐一次戰約 大小姐孤單附魔星頭江湖指揮仗斗 平等對話 關一無說 到底是誰寫的啊 什麼 恭喜過關 不過王國禮一定排不在這 而在我手上 所以來打敗我吧 第四 御主張西 西流 然後咧 這個嗎 當年獄昌派的小師們纏著羊人號買給買給他的那個 靈粹死 獸人鎖脫將是個獸人小師妹 小師子後面的爹 這年獄昌的失誤馬法杖又是 真的要說謊啊 小師父 小師父 小師父在打著毛 小師父 小師父 所以你說這是翠零死了 零翠死啊 小師父 小師父 這天假髮沾 好 再回到地獄就對了 OK 好 我們快轉 好 再來一次跟那個小鬼對話 再來就是爐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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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爐花 爐花 我有爐花嗎 唉呦 爐花 直蒂不准的次等 0翠死又成0必死 所以爐有不幸詛咒的意涵 應該是叫祝福了0翠死才對 對 威脅這味道的 如果對方會死人要吃這個 直接關聯他早上應該是有真品才對 所以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真的嗎 是 可是我還是沒有玩木頭人之前 好啦 我們這一集 我們先交給那個 第四域的看守者之後 我們就結束這一集吧 我們直接走過去吧 就不快轉了 這個跑到跑去的實在是 也是很麻煩的 玄武器 注意 好 OK 好啦 那這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頻道 我們平常喜歡我的圖片 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鈴鐺 按鈴鐺記得打開 訂閱我的更新影片 你就要收到通知了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